好的,现在是中午12点,我终于起床了 然后背着我的小包包 我现在准备先第一去买个手机卡 然后第二去吃个饭 我发现我酒店对面有一个海鲜餐厅 去吃个饭 然后吃完饭我马上就去坐车 去日月金字塔 每次出门要走车库门 我的房间号是107 不要忘记了 我刚才忘带墨镜了 然后我一发现太阳这么四眼 不可能不带 然后我就随讯了他给我开个门 然后他说我11点退房 还好我跟他讲我是明天退房 不然他有可能把我的房间都清理了 就是传说中的OXXO便利店买电话卡 为什么他要卖给我 150的电话卡加50的激活费 感觉这个就是网上说的那个 overcharge的套路 可能每个店不一样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完全不会说一点点英文 然后我用翻译给他看 他也一直都听不懂 我觉得好费劲 到了刚才我在网上找到的这家 有4000多个好评的 然后他这个里的菜单 除了名字 名字好像也是西班牙文 都是西班牙文 但是有图片 然后 看一下 Cocktail是 10刀左右 我记得看他们家有那个烤鱼套餐什么的 像这种的 20刀左右 就是一个海鲜的套餐 有点像马来店的那种烤鱼套餐之类的 感觉价格跟澳洲差不多 像这种 三文鱼的 三文鱼的是 20刀左右 我准备来一个烤章鱼 它这个是不同的烤法 这个好像是什么 蒜蓉的那种 超大杯的橙汁 55 这就是我的章鱼饭了 章鱼看着不多 刚才尝了一下还不错 看这个小章鱼 烤的挺焦的那种上炭火烤 然后这里是刚才他给我事先上了三个调味料 不是特别辣 有点那个 洋葱跟番茄的味道 这个是另外一个 也是洋葱跟番茄的味道 然后这个沙拉 它是洋葱 鸡马 有过黄瓜什么的 这个米有点像那个brown rice 还可以的 OK 这个酱吃多了真的好好吃啊 完全不辣 酸酸的 然后有点像那个 我之前吃那个南美烤肉的时候他们配的那个酱 然后这个芝麻是有点甜的 还挺下饭 是账单 叫了个滴滴去那个汽车总站 20比锁 它好像本来原价是35 然后滴滴好像在墨西哥还处于补贴阶段 所以它任何单都减15比锁 所以35比锁的话 减15比锁就只剩20比锁 非常的划算 坐地铁好像也得 地铁其实也挺快的 10分钟吧 也就5比锁 对 然后Uber Crazy Expensive Uber过去要80 这个就是他们的汽车北站 在这买那个去金字塔的往返大巴票 坐车5分钟就到了 超近的 然后 好大呀 不知道哪个窗口 据说7号窗口 没有看到有标号啊 啊 我看到了 这里是3号门 我要找7号门吗 这里超大的 这里真的没有人会讲英语 问的那个工作人员大叔真的没有人会讲英语 我已经 现在已经非常累的去摁那个翻译了 我干脆就只能靠自己 我昨天看了一期那个YouTuber拍的他们来墨西哥旅游的视频 他是美国来的吗 然后那个当地的墨西哥向导有跟他讲说 你在墨西哥城 Maxwell City 不能穿短裤的 因为你一穿短裤 他们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因为本地人都不穿短裤 然后我经过 在这个车站里走来走去发现真的没有人穿短裤 他们 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都穿着那个长的牛仔裤 超热的 这个是卖金字塔票车票的小柜台 Cash Unlay的 然后 我根据网上的图片找到的这里 很难找 这个好像是我们的那个大巴 因为我依稀听懂了 刚才那个大哥跟我说basics 那个大妈捡了一下票 这个是我们的回程票 这个是刚撕掉的去程票 选个靠前的座位吧 再看一下这个票啊 总共往返是104 然后回程最晚的大巴是9点 但是 金字塔5点关门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多久到看一下多久到吧 现在是1点20 然后大巴出发了 就等了5分钟吧 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大巴刚来 然后不到10分钟了 我们分多钟然后他就出发了 还是挺快的 感觉基本上没有等待时间 然后这真的特别特别晒 我准备在车上把防晒涂了 下车的时候就不会晒上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走得这么爽快了 因为他在路上会挺好多晒 所以还会不断的有人上来 所以他也不用等很久 所以他也不用等很久 路上会有人上车 然后他会在很多地方停 所以大家说他到的很慢 我们要到了 看到吗 前面就是金字塔 超高超大的 这里是一号门 他们好像有四个门 出去的时候好像是二号还是三号门 我现在买了票了 然后往那个金字塔那边走 我跟金字塔的直线距离大概200米吧 他们这边有好多 有那种导游 然后也有这种 ATV的那种 让你骑着那种ATV逛的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刚才在买那个大巴车票的时候被坑了 因为那个大巴车票是104 然后 我给了他200 他应该找我96 但是他找我了40块左右吧 他给我的那个硬币是5块钱一个的 我以为是10块钱一个 然后正好给了我8个 75块钱一个 所以他少找的我50块 感觉不太厚道啊 我下次要小心一点了 那边是检票的 这边是有一排商店 看一下检票口到这个金字台 超近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票 有个二维码扫的 品门票是85 天天气好好啊 到了雨季了据说 但是都还挺晴朗 那个云层有一点厚 但是还是很晴朗 游客不是很多 不过还是挺晒的 要涂防晒 然后记得那个门票是在下车的那个路口买 跟那个检票口还差了个100米 哇塞 这个金字塔太宏伟了 太阳金字塔 超酷的 它是好像是说高是60米 然后底座 周长是250米 还是一边是250米 应该是一边250米吧 我看超长的 然后现在是疫情之后都不让排了 之前是可以排的 我们在这儿拍一张他的太阳金字塔 现在光线蛮好的 后边就是墨西哥城的太阳金字塔 世界上体积最大的一个金字塔 这边就是墨西哥城的太阳金字塔 世界体积最大的金字塔 但是需要墨西哥城这边冨型 太阳金字塔 尔语 如果是墨西哥城 非常水平 是墨西哥城 对你便是墨西哥城 还有墨西哥城 太阳金字塔 叫美酒城 北京少女孩 我本来是墨西哥城 香港国家 我们在墨西哥城 Rec直到五个城市 市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做了一半 我只是做一半 我只是做一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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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没有拍清楚 再爬一个 看一下我能不能在这里面掉个头 我现在在古阿兹特克人神秘金字塔的下水道里 有人发现了我的秘密通道 怎么在那里面? 哦,它是酷的 你愿意拿出新的水吗? 你可以,对 它连接到那里面 哦,它连接到另一旁吗? 对,它连接到另一旁 哦,那里面 哦,那里面看起来 引领了一波时尚 让我拍一个日月铜框 可以看到 这边都是杂藏 这边是游客比较少的南部 然后那边是太阳金字塔 然后能看到一个漏半个的是月亮点的 然后那边过去是死亡大道 沿着路一直通向月亮金字塔 然后面前这里是一个比较矮的祭坛 这个祭坛就是他们死亡大道两边上 一直都会有的祭坛 当然所有这些金字塔跟祭坛现在都上不去的 这里灰好大 我那个手上都是灰 然后 刚才爬的那个地道爬到满头大汗 OK 我们现在去太阳金字塔看一下 太阳金字塔现在虽然不能爬但是可以绕着它走一圈 我们走到了太阳金字塔的边边上 以前啊 都能从这个台子上拍它比较好的景色 现在要找一个别的角度 现在要找一个别的角度了 然后看 这个 超大的仙人掌 这个仙人掌 你知道有多大吗 大概就是 四个人并排那么大 我拍下这个仙人掌有多大 我现在站在这个仙人掌旁边 看一下这个仙人掌有多大 如果把这个仙人掌 挖空的话 应该可以当一个小房子 超多刺 全都是刺 无从下手的刺 无从下手多的刺 然后 挺硬的 没有什么弹性的 这里是太阳金字塔的 西南角 让我们看一下 很厉害 还是很高的 其实没有那么厚 但是是有点盛 我们现在沿着 太阳金字塔的 底部走一圈 近点可以看到啊 他们这个 金字塔是 用用的是那种 石头加那个 水泥做的那种 有点像以前 对于那个旧城墙的时候 那种做法 石头是那种 就是完全不规则的石头 这个跟那个 印加人他们那边那种 精确的那种石头之间 什么插不进铁片的那种 是有区别 看起来是比较粗糙的 也不像那个埃及金字塔 是那种混凝土的那种 比较契合的 但是就是你能看到 石头跟混凝土的区别 这个金字塔是建于公元 两百年左右 公元两百年左右 你可以看到他那些 这些石头啊什么的 还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虽然说他在一百年前就是 进行过一次大修 但是应该主体还是在的 他这石头确实是他不会那种 很容易的那个 损坏不像那种混凝土 很快就损坏了 哎走这一圈有点无聊 好像没有什么风景 看一下这个 高处这个 他这个金字塔的那个坡度也是 他有点像你知道就是 去埃及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一代二代三代金字塔吗 三代之后才是完美的那种正三龙锥 他他这个三龙锥还是四龙锥 他这个有点像那个 第二代金字塔那种 一点五代吧 就是比阶梯的稍微高级一点 但是还是有那种角度的变化的 你看他这里跟那里跟那里 角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这个坡度其实挺缓的 比那个金字塔那个要缓的 感觉就是从这里 如果从这里爬的话 应该都能爬上去 即使没有那个台阶 看这里我们是绕到了这个 从那边绕到了这个金字塔的背面 四面长的都差不多 背面这里人很少 像这个一样 字幕志愿者有,我们是一样的 一раст都可以 如果您的一个人 还可以 小伙认判 尽码 要是能踩上去就好了 我现在走在太阳清晨的背面 好安静啊这里忽然 太阳金字塔 然后怪不得刚才好多人在笑我 因为那个仙人掌超多的 看到吗远处全都是 那个仙人掌真的你 如果离得很远的话 长得就跟一棵那个绿色的那种树似的 可能得有个两三米高 这金字塔一边200多米 我一圈走下来就快一公里了 今天这个步数应该有超标了 被太阳照射的太阳金字塔 我现在已经有点懒得去拍和看那颗金字塔 那个它360度多长迷的样子 我现在心情就好比到了两次乌鲁鲁但是不让爬那种感觉 催生我去了第三次 所以它如果以后开放了 我可以再来一次 我早知道它不让爬我就不来了 看 这边有些小遗迹 这边有些小遗迹 这儿像那个厕所 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区域吧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里的金字塔是祭祀用的 所以他们才做成这种平台的形状 不像就是爱奇的金字塔 它是陵墓也好 发电站也好 反正它就是不是祭祀人的 所以它是看起来是完全封闭的 这边的金字塔是敞开的 看一下太阳金字塔的正面 这里就是正面 就是大家如果是可以爬的话 就从那里往上爬的 OK 还要继续走了 看一下这边有多少仙人掌 我们刚才本来想走那个死亡大道的 但是我看了大家都往这边走 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那边有个停车场 好多人就从那就离开这里了 但是好处是我走这里的好处是有一点阴凉 看到我旁边有多少仙人掌了吗 它除了仙人掌还有那个长条形的是不是也叫仙人掌 因为那个圆柄形的应该叫仙人掌吧 长条形的不知道是不是也叫仙人掌 这里就是长条形的哦 这个长条形的跟那个圆柄形的是在一起的 所以那个长条形的是不是它的镜 圆柄形是它的枝 后边还能看到太阳金字塔 我就这样只走 看着太阳金字塔 过了仙人掌 仙人掌和太阳金字塔 这个仙人掌比 这里是月亮金字塔 哇有一个小平台可以爬上去 虽然很小 显得性的爬一下 月亮金字塔 怎么感觉比太阳金字塔要保存的好一点 切面好整齐的那种 面前的这个平台 也是可以爬上去的 然后那边是死亡大道 那我们爬上去看一下吧 去那里 这里游客超少的 拍一个视频吧 我们下期视频 2 2 3 4 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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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唯一可以爬的小平台 Viu有更好吗 好像没有 还不如在下边好 看一下从这边 月亮金字塔 这边是死亡大道 太阳金字塔 背后的太阳金字塔 然后那边一路走来的死亡大道 然后回头看一下这边的月亮金字塔 还有那边 祭坛 月亮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参观一下这个古城 就这 结束了 好吧 这个墙上 柱子上有一些花纹 这里 看一下 就这样子 他们这个 仙人掌做的东西 好神奇 仙人掌做的艺术品 我现在再去月亮金字塔 走一圈 然后就要走了 走得有点累了 月亮金字塔 好神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那个声音吗 那个不是动物叫 他们让有一种神奇的口哨 台湾这边的小商贩 一直在吹那个口哨 想试图卖那个口哨 好像这个鹰叫的 还有像那种鬼叫 我现在已经走到了 月亮金字塔的下边 这个月亮金字塔的话 我们不能绕一圈了 因为他在两边把路封住了 现在这个门是只开到这里 这里就是月亮金字塔的底部 大家录个视频吧 主尔森 oui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是 你会让我来带一遍 那你来带一遍 你找人的 不发现 Heathclin 发现 是 它 我能看到 是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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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会想到你 你会想到他 都是你一人 我找到你的 我打完 我问你 我爱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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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